咒术回战漫画情报来 这章节开始时 夏尤杰对住一脸呆滞的五条物说了一声黑 五条物回应道 这真是糟糕 夏尤杰撅嘴表示五条物很不客气 五条物接着说 他告诉过自己的学生 当你死了 你就孤单了 以他希望这只是想象而已 夏尤杰问道 谁在乎呢 五条物答道 这很重要 关于我父亲 但随后转换了话题 说把这个交给加入萧子处理就好了 夏尤杰问诅咒之王表现如何 五条物回答说 苏诺太强大了 他甚至还没使出全部实力 五条物表示他不确定 即使苏诺没有拥有浮黑会的身体 自己是否能赢得比赛 夏尤杰对苏诺让五条物这样的人 都承认感到惊讶 五条物说他已经付出了一切 他训练过的身体 学会的技巧 磨炼的天赋 灵感和爆发力都现场 五条物表示他为苏诺感到遗憾 因为他没有权利对付五条物 夏尤杰说这让他感到极度 但如果五条物对此感到满意 那就好 五条物说如果夏尤杰也在那里 拍拍他的背机里 他会感到满足 七海剑人说他曾经和夏尤杰谈过 把所有工作都交给五条物的事情 因为五条物不把咒术 当作生存或保护的东西 七海剑人说五条物是个变态 因为他用咒术来满足自己 五条物说他很高兴 能杀死他的不是时间或疾病 而是一个比他更强大的人 七海剑人插话说 从五条物口中听到 这些听起来像五世将军的话 真是令人讨厌 回元雄补充说 这是每个人都注意到 但没有大声说出来的事情 七海剑人说 他不会为五条物的最后时刻变故 但会对他感到空情 五条物感谢七海剑人的谎 当五条物问七海剑人最后时刻 是什么感觉时 七海剑人回答说 他曾经问过明明关于这个问题 他建议要么汪被走 如果你想寻找一个新的自己 要么往南走 如果你想保持原来的自己 七海剑人说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南方 他的最后时刻 也因为回元而并不糟糕 然后五条物向每个人告别 包括下游节 夜罗正道 七海剑人回元雪 天内离子和黑景没力 回到现实 我们看到速挪解释了摩虚罗的适应能力 并且攻击次数越多 适应速度越快 速挪说他期望摩虚罗成为一个榜样 可以突破五条物无限 摩虚罗首先适应了五条物底的无限 以使其中口无限 当摩虚罗发射斩机时 他不同于速挪 他扩展了咒术的目标 不仅针对五条物 还针对了空间和整个世界 并将其切割 然后我们看到五条物被切成两半 而摩虚罗解释了如果整个世界可以被切割 无限就不重要了 速挪说干得好 五条物 我永远不会忘记 当速挪说不要让我失望时 旁白解释说对于五条物的死亡 一点也不感到悲伤 现在进来的是雷神陆子云一 这就是这一章的结尾 下周不休息 我将会在下一个影片解说完成版